Hello 大家! 今天的主角不再是SoBlack了 不过跟他也非常有关系 看一下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不是SoBlack过来 可能我也不会 请这样的一只小马过来 是一个全黑的 这个是什么号?大家能看出来吗? 全黑的中号的小马 因为伯金35嘛 本身这个面积或者体积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带来小黑马 官方叫什么? Rodeo 小马挂式 非常非常软 手感很好 像这个福袋一样 都是用了一样的 Milo小羊皮 这个小羊皮之前有提到过 是最早是用来做手套的 因为它在使用过程中 会越来越贴合 比如说你的手 对吧 在使用过程中 做成小马呢 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柔软 在使用过程中也会越来越柔软 当然挂件 大家可能怎么用呢 也就是放在那里 不会去乘装什么东西 没有这样的一些义务和责任 全黑的小马 看到什么样的感受啊? 其实意义呢 都是人们赋予它的 可能黑色的小马 在庄柜外的价格要远 超过正常的小马 这个大家理解啊 确实数量也比较少 然后颜值又比较高 它不需要别的颜色 但是呢 它的这种立体感 会带给它不同的层次 它并不是非常非常平面的那样的感觉 那本身会有一些马鞍啊 眼睛啊 像这样棕毛尾巴 这样的一些造型 以及它的这个圆鼓鼓的身体啊 里面会有填充圆鼓鼓的身体 也是一种立体的造型 整个挂件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了 一般来说大家会选择挂在包包上面 或者挂在车上也可以 或者做其他任何地方的 只要你愿意把它挂在那里的地方 都可以啊 我们把它搭配到soblack上面来看一下 中号的小马 在soblack上面真的是 非常油亮的包面 和这个milo小羊皮 虽然说都是黑色的 但是它们的质地不同 但整体下来是非常非常酷的 拎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 soblack可以说是绝配了 我觉得挂一些小马 或者是其他挂式的好处是什么呢 至少我们不用把钥匙挂在上面 要么遗失掉 遗失掉的概率可能不是特别大 你这样绑在上面 那box皮是比较怕刮伤的 尤其是像如果把钥匙锁 像锁可能会有人挂在这个位置 然后钥匙挂在这里 多多少少可能会对包面会有些影响 那选择这样的挂件 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了 我们在这个soblack上面挂一个这个福袋 我们看一下 提提色 是这样的 今天的主角是这个黑色的中号小马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 这个是凯利28box皮的 同样是box皮的 小了很多 但是我会觉得是一种反差萌 小包配大马 但这个不是大马 是中号的马 我也会看到有朋友在用 比如说像迷尼凯利1代2代 那么小的包包 然后挂一个小马在上面 也会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很多朋友选择黑马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黑马的一个寓意 杀出一匹黑马来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挂件 提醒大家 像这样的挂件 不要让它风吹日晒 雨淋 可能大家不会让它淋雨 但是呢 日晒之后呢 或者光照 一直在这个强光照射之下 可能会让它有些褪色 长时间之后 会比如说 一直这面照射 那这面会颜色很深 这边颜色会变浅 做一个小提醒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